今天要教大家变魔术 但重点并不在于魔术上面 重点在于今天 我要先解释一下我的眼前 看得出来是三人海 是二楼三 我可以先走这样 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我知道呢 各位呢 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表演界 电影界 文化界的这个未来的明日之星 所以呢 对我来说呢 今天呢 非常非常的紧张 也非常非常的谦卑 那 没有什么好可以讲给大家听的 只能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而已 那 我知道我们之间 唯一说什么共同之处的话呢 就是表演 我们都是接触表演这个行业 我是靠表演这个行业吃饭的 各位未来呢 可能也会靠表演这个行业吃饭 那你们可能会讲说 魔术师跟演员到底有什么相通之处 来 这个拍照的先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慢慢拍 我们现在是个学术的殿堂 十九世纪呢 法国 法国 近代魔术之父 罗贝尔乌等曾经说过 魔术师就是演员 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一个具有魔法的人物 那很多人都以为 其实到目前 我从去年开始 我发现在国内 因为在去年之前呢 我一直在美国 跟欧美很多国家表演 从去年春晚开始呢 我在国内很多电视节目 跟剧场演出 让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民众 对魔术有误解 他们认为魔术呢 是跟杂技差不多的东西 杂技是什么 杂技是用身体跟肢体 还有你的肉体 经过长年的锻炼之后呢 展示出来高难度的技巧 魔术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 魔术基本上 它跟技巧没什么太大关系 跟肢体上的技巧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它完全全是在表演上的技巧 魔术是利用演技 利用一些原理 或者利用道具 去营造出 不可思议的气氛 跟环境 让观众呢 能够体验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基本上这一点呢 魔术跟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 同样的观众呢 透过电影的 这个演员的画面 导演的编排 这个编剧的这个编排呢 可以感觉出来 另外一个世界 他会生力 在两个小时 觉得好像真的 亲身经历这个故事一样 魔术也是一样 在我自己个人的 目前的全国 学会表演里面 两个小时的节目 目的呢 是为了安排 现场的观众 在这两个小时里面 感觉到 魔术是真真实实 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在你眼前发生的 魔术跟电影 唯一不同之处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 就是电影要透过荧幕 魔术不用 魔术就在你眼前 但是基本上呢 都是制造梦想的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呢 有经验的话 就记得在自己两岁 或三岁的时候 看什么都觉得 非常的新奇 不晓得电视机 为什么里面的画面会动 觉得好新奇 车子为什么会跑 觉得好新奇 但是年龄增长之后 觉得这一切都不新奇了 因为你都已经知道 他的原理是什么 那魔术是个工作 就是把人的心情 带回到你童年的时候 让你发现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 神奇 那么的不理解 你会有烦恼环统的感觉 会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这个是在所有的 表演艺术里面 只有魔术可以办得到的 好 大概这边呢 是一个开头 接下来我跟各位解释 魔术是怎么样发生的 基本上跟各位是一样的 靠演技 那我不想得各位 但平常学校的 这个专业的训练呢 还是平常读的书啊 或者一些理论 是怎么样的一个 学习的一些方式 我也不懂 所以我在里面 也不敢多做判断 我只是提供我的方式 或者魔术是会用到的方式 的一些表演方式 那也许各位呢 可以用在 你们自己的演出上面 或者我们可以交流 参考一下 那如果中途各位 有什么想法呢 请大声的说出来 那我们都可以 互相互相交流 那我们刚才看到 出现了巧克力棒 跟饮料的魔术 我在这边做个解释 这个魔术是怎么表演的 它运作的过程是什么 大家学会 今天我们今天战场 大概有 大概四五千人在现场 除了这四五千人 在这个会场 外面的人呢 好 没有来听这个演讲了呢 他就不知道 这魔术怎么变的 所以各位学会之后呢 可以到外面去 骗那些外面的人 好 那但是你 先得把饮料还给我 我 我不是真的能变出来的 还是需要先准备 是 你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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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好 要变出果汁跟巧克力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的 你要先去买果汁跟巧克力 好 接着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 外套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热的外套 很多人觉得魔术师的手很快 要比观众的眼睛还要快 这是一种误解 人的手再快 也不可能比人的眼睛还要快 那怎么要让大家产生 魔术师手很快这种错觉呢 我们需要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我用某种方式 去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大家就不会看到 我不想你们看到的 什么东西 比方说 是的 这就是魔术的第一步 我看哪里 你们就会看哪里 是的 我看你 你就会看我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原理 这个跟魔术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解释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两个人藏起来 这个还好藏 这个小克力呢 我把他丢到袖子里面去 就是那么简单 果汁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就这样 用你的手呢 抓住这个果汁的头 当然你这样看觉得很可笑 记得 走出来朝这一面 千万千万不要傻傻的从这边走出来 也不要正面向观众 基本上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对着观众的话 这个魔术已经结束了 所以记得朝这一面 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有疑问 好像看起来不太自然 千万不用担心这一点 原理呢 我等一下再跟我解释 总之 没有人会想到你塞了这么大一瓶果汁在身上 再来 就是我们的共通之处 演技的部分 一个没有经验的魔术师 刚才学这个魔术的话呢 一定是这个样子 不行 泰然自若 完全装作没事 然后接着呢 你的眼睛很重要 绝对不能看这边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魔术师看哪里 观众就看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看哪里呢 我希望你们看我的脸 所以我一定是看着你们 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 再来 重点来了 好 我的左边袖子里面有个巧克力 右边袖子有个果汁 我把这两个东西变出来 但是呢 在你们眼睛完全没有跟上的情况之下 我要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第一个步骤很简单 第一步 我看观众 大家就看我 第二步 我看空中 这个部分呢 有两个 有两个问题 各位请仔细看 这个是心理学与演技的综合运用 我做这个动作的第一 我让观众注意了 远离我的身体 第二 我先说明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说 虽然你说这个动作 我看来还是你啊 听得到什么 所谓的注意力转移 不是视线的转移 而是注意力的转移 注意力 对摩斯来说呢 观众会有视而不见的情况 什么叫视而不见 就算你看来是这里 但是你的注意力是在那一点 人的眼睛看过去一定会有一个焦点 人只会有一个焦点 当他注意这一点 他就不会注意这一点 虽然全部都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所以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没有人在去注意这个地方 这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我在不经意的展示 我的左手是空的 为什么我要不经意的展示呢 因为我不能太刻意的展示 如果这样 大家就会知道 等我这只手会有事发生 大家就会盯着看 所以呢 我一定要不经意的展示 但是还是得展示 所以我是用非常自然的方式 让各位的潜意识里面留下我 暗示 好 接下来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记得哦 我看了你又看了 那这时候我左手 不自觉的自然的储下 把手上的巧克力调出来 我先做一下错误事 这个要再进去一点 错误示范吧 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眼神会差多少 这个桌 是否则唯一的差 是我眼睛没有看你们而已 然后我们再看看专业的作画 各位看看 虽然我的手跟我的脸 都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中 难得你 注意的焦点是对此 好 所以我这样 这样 东西注意的同时呢 我眼睛同时又看这边 好 因为这时候我希望全场 所有的人的焦点都在这里 好 各位 到目前为止的发生的这些所有事情 都在这边发生的 没有人在管这里 对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的右手 接下来送点就来了 饮料要出现了 我要做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我把大家注意力转移到 我前面一公尺外的地上 第一 我当然是看了地面的 第二 我用声音去引导大家 第三 在魔术的世界里面呢 有一个道 The big movement covers small one The big movement covers small one 对 大动作演示小动作 代表什么呢 当你有小动作要出现的时候 我们用大动作去演示它 就没有遇到这里 所以仔细看 第一 我看地上 第二 我踩地上 这个大动作呢 把大家注意力转移开 接下来右手 做了一个小动作 魔术是个样子 你只要知道它的秘密在哪里 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么简单 你只要荒谬 会有人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原理虽然简单 但它就包含了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重点就在于 我们魔术上 这个最高的宗旨 叫misdirection 错误引导 我引导的注意力到任何 我想要引导的地方 做到好的话 观众会觉得你手很快的错 我完全只是注意力的转 看 像这个样子 基本上 我跟科学讲 这个手法很难 完全不难 有手有脚 基本都可以办得到 只要把巧克力掉出来 我这个还算是窄的袖子 快乐袖子 很容易就掉出来了 然后把它展示出来 然后这个饮料呢 把它这样放出来 我不相信这个也办不到 那这在魔术里面 算是蛮需要技巧的一个动作 但是非常简单 各位看到非常简单 好 这个魔术对我来说 它有点是一个表演的开场 比如像这样 演讲的开场 或者在某种 这种 某种环境之下 表演的开场 它不可能是 十分钟中间的一段 因为你不可能 维持这个姿势很久 而且其实很久 大家也会发现 所以它都是开场 从旁边走出来 看观众 看空中 再看观众 小克力出现 看第一张 出现 然后就享受你的掌声 是 我不会就拿回来了 不会 可以吃 可以吃 吃吧 魔术是一种表演的艺术 那在里面呢 有很多剧场的学问 很多表演的学问在里面 可能跟各位学的也差不太多 但是里面有更多的 如果欺骗观众心理学 跟视线的一些 一些询问在里面 那刚刚已经讲过一些 比较 容易解释 我现在讲另外一种 就是跟表演有关的 那我想各位呢 可能现在有很多 表演戏在现场的话 以后可能就会当演员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 你看看你周围的几个人 看看你的同学 如果今天我要现场 所有的朋友们 要你们哭 你们可能每个都哭得出来 但是你要走 哭得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会影响到之后呢 你的发展 你之所以成功不成功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身为一个演员 这个其实我们到后面 如果有发问的话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 讲很久 重点我是要讲的 从我决定要顾这一行开始 我就决定 我无论做任何事情 我都要反着走 至少要跟别人 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别的魔术是这样 我就要那样 别的魔术是这样 我就要这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相信 如果你做的事情 跟别人一样 德国的结果也会跟别人差不多 那这包括 当然包括经营上 事业上 人生规划上面 当然最重要是表演上面 因为这是我的专业能力 那魔术是怎么样 跟别的魔术是不一样呢 当然我们可以透过 你说话的方式 你的造型 你的内容 你的包装 很多方式不一样 但我像他说的 角色 角色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有个魔术师 叫Tupas 他发明了一个理论 把魔术师做三种分类 应该说表演的形态 分成三种分类 叫做 Killer Victim Witness 凶手 受害者 证人 这三种 这三种角色 对魔术师来说 任何魔术师 我们都可以照他的风格 去归类在其中的上面 我不晓得戏剧里面有没有这种这种东西在里面 我来做个简单的示范 嗯 这个是纸巾 纸巾 好 你能帮我说话吗 你应该可以 吃筋 我还以为我耳朵出问题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魔术手法 看起来可能也就是很难 其实很简单 好 把纸巾拿过来 不记得 DOO出现 我过来没有拿过 我过来没有拿过去 我做慢用作 好 好 这点太大了 小一点 我算黑衣服应该很清楚 首先最粗浅的 纸巾有拿 真的拿跟假的拿 看起来是一样的 这就是演技了 肢体上的演技了 纸巾消失 接下来呢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纸巾消失呢 包含了几个肢体的动作在里面 简单的讲 我并没有把它拿过来 好 你可以一个课教的 重复这个动作练习 但这个练习的并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表演 加几个最简单的 记得 纸巾从右手拿到左手 假装拿 当然左手是空的 纸巾在右手 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右手 所以我得做几件事情 要变纸巾魔术 当然我们要先要展示纸巾 这是一个球 各位 我不晓得各位在电影里面 舞台上要怎么展示 对魔术师来讲 如果站在舞台上的话 我们要cover所有观众的注意力 所以呢 我不可以只对一个区域表演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发展出一套 眼神跟动作结合的展示方式 我看过很多在台上的表演者 无论是魔术师 或者一些演员 他们会这个样子 这里有个纸巾 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我的眼神跟动作 成一个直线 这是浪费掉了 这边所有的观众朋友的视线 也就是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只针对他一个人 这些人呢 完全被我排除在外 是吧 我一直只能cover掉一个小区域 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 眼神跟动作 尽量的敲叉错开来 让我来解释一下 怎么样看起来 才是一个好看专业的展示方式 我东西摆哪里 我眼睛就刚好看相反的方向 各位注意到哦 这其实用到很多地方 等一下跟各位解释 这边有个纸球 是吧 这个纸球 仔细看 画面看得到吗 看得到 所以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的手跟我的眼睛呢 这边这个扇形的 是被我含在这里面的 包括这个区域 这个我眼睛的这个区域 手指头出去 这个区域 基本上这个含盖在现场 所以在舞台上 他怎么把自己的表演的空间 把它拉大 影响力拉大 就是靠这种方式 才能看到魔术师 会叫人家做一件事情 选一张牌 好 这边有个扑克把 请你随便选一张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最不好的就是 来 这位先生 你扑克把你随便选一张 选了以后记住 记住 好 放回来 因为好像不是对他 一个人在表演 其他人都没有感觉 也不知道这个交流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这样子 这位先生你选一张牌 给这场所有的人看 这位先生的张牌 给这场所有的人看 动作跟眼神会错开来 所以呢 我们刚刚的纸巾做例子呢 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可以做这个练习 好 做这个练习 好 这个不用鼓掌 这没什么啦 其实我 我从来 其实我讲这些东西 今天讲这些东西 我第一次对着 不是魔术师的人讲 因为其实今天内容主题呢 其实针对 职业魔术师的演讲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魔术师 他们学到的都是 魔术背后的秘密 他们都并不知道怎么样 把魔术一个最完整 最好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 只有在美国跟日本 在中国大陆的巡回 都有做过像这样的讲座 但是现场做的都是 魔术师 所以今天呢 各位其实呢 已经进入了比较专业的 魔术表演的领域里面 好 我们先用这个指求做例子 我不想大家看它 我自己第一个就不看 我自己第一个就看这里 这种 创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然后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接下来就是细 最不好的魔术表演 是这个样子 这不是魔术 这不是魔术 这只是动作 差别在什么地方 一个专业的魔术师 跟非专业的魔术师 看什么地方 看手势 手势代表了魔术的发生 我要跟我解释一下 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叫魔术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对观众来讲 球还是在手里面的 它并没有消失 这个手还是消失 所以这个呢 没有意义的动作 那只是有没有而已 拿起来 球还在消失 这才是整个完整的动作 现在我要示范的是呢 刚才我说过 杀手 凶手 受害者 跟证人 三种魔术师的 角色的诠释方式 杀手是表演魔术的人 受害者 是被魔术吓到的人 他不表演 他不被魔术吓到 证人 也就是旁观者 无视这一切的发生 他只是看着事情发生 如果反映在魔术师身上 就会出现三种 非常鲜明的风格 第一种叫做杀手 他是制造魔术的人 像这样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变这个魔术 这是我造成的 我造成的 我会让这种个性 非常鲜明的出现 球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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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看 下屎 又出现 好 这是魔术是我造成的 受害者是什么呢 受害者代表 不是我造成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反正在魔术师的表演 上面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种感言风格 他自己 魔术师本人并不知道事情怎么发生的 受害者 他自己也不晓得 自己也是跟观众一样 是迷惑在这个里面的 旁观者 他看的事情 从头到尾发生 不关他的事 他不是他造成 他也没有去被吓到 他只是看人眼旁观 这些事情的发生 反映到魔术上面 是这样子 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造成了他消失又出现 但是跟我无关 我只是看着他 发生在这个 环境之中 但是不管我的事情 这个东西呢 除了可以用在魔术的上面 同样可以用到很多 戏剧表演的上面 同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个魔术师 他抓到自己的风格 同样的一个魔术 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但其实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有不同 他可以有上千种 上万种表现的方式 从一开始 做这些很开始 我就决定 我要做跟别人 跟别人不一样的魔术师 我永远在找 用什么方式 可以看起来不一样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三块眼睛 这叫啤酒 这叫可乐 这叫 美年达 美年达 我叫他橙汁好的 橙汁可乐 啤酒 这个三块 中来做个精神上的实验 什么实验呢 我需要请现场的一位同学 来帮我拿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这样直接跳起来 大家以为 我们是串通过的拖 这个球我丢下去 我被朝观众丢下去 接到的人起立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呼呼 有没有 来给他拍摄 掌声鼓励一下 来请到上面来 这位小姐 你非常幸运的 有机会上台来 跟我做个非常学术的实验 你好贵姓 姓夏 夏同学 来 你是表演戏的吗 不是 请到这边来 你什么戏的 好是不知道什么戏的 奇怪 音乐不要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对吧 对 我们之前没有串通过 没有 没有串通过 我们要做个实验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大概可以知道 你的思考的方向是哪一种方向 我弹下手指头 你用英文告诉我一个颜色的名字 单字 Yellow Yellow吗 我请问一下 Yellow这个单字是你瞬间就跑到脑海里面了 还是你中间有想过 跟他自己换掉了 瞬间 你中间没有想过别的 没有 通过你说Yellow 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你心中充满了焦虑 不安 对未来充满了彷徨 对于这种呢 其实万人全全就进入了 我接下来的实验的标准的 这个受众群体 小姐你可能不相信 对不对 你贵心 谢谢 夏 夏同学 你像不相信 其实昨天晚上做梦的 我梦到你了 希望吧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而且我记得 我接下来跟你做了一连串互动 你想知道什么样的互动吗 夏 这边人太多 我说 我说我可以说的那一部分 我可以说的部分是这个样子的 我挤在桌上的在梦中的 我摆了三罐饮料 然后呢 我请你随便选一罐 接下来你选了一罐举起来 我先要试试看的 你这个选择 跟我梦中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告诉你 我这边有个纸袋 这个纸袋里面呢 就放着梦中你选的饮料 我已经先选好 放在纸袋里面了 好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 等一下我要你选 会跟它一样哦 那就是梦 梦境成真 Dajabu 是完全实实在在的事情 你觉得不可思议吗 非常不可思议 我没有穿通过 真的没有穿通过 没有 好 你到这边来 你到这边来 到这边 几秒钟之后呢 我就要你选一罐饮料出来了 但是我先把它遮起来 因为我不想 经常有观众给你打pass 或者有任何人去找乱你的想法 好 我把它遮起来 来 走到这边 你面前有三罐饮料 这叫每年打 这叫可乐 这叫啤酒 我要你选一罐 然后拿起来举高 让大家看一下 你选的是什么 好 这个是各位 这个是 可乐 好 举的不要动 举的不要动 朋友们 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朋友们 可乐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什么 里面还有 没有了 你们想看吗 不给你们看 这会伤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 好啦 说真的里面是有 但是呢 这个也是可乐 这个 也是可乐 也是可乐 来 这个可乐 送给你做纪念 你可以回到原位 大家特别的掌声鼓励一下 想不想知道怎么办到 想吗 很想吗 非常非常想吗 如果只是这种反应的话 其实我就没有很想继续教下去了 好的 朋友们 这个魔术呢 其实相当的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很多人觉得魔术呢 是不是一定要靠非常复杂的道具 非常复杂的手法跟概念才可以完成 其实错了 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它原理是非常简单 只是看你怎么去包装它而已 并且这个魔术实在太简单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纸袋 然后 把三瓣可乐放进去 里面的地区就只有三瓶可乐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我的预言 好 一开始就拿出来放在这里 不会有人动到它 而桌上呢 放了三瓶 不同的饮料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可乐 啤酒 跟 橙汁 好的 它可以是三种其他饮料 你要选王老吉 咖啡都可以 重点在这里 朋友们 这个魔术要成功 我只要它选到可乐 基本上这个表演就已经结束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不能碰运气 选到可乐的机会是三分之一 我们不能碰运气 所以我们要它百分之百选到可乐 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 重点就是 怎么样让它选到可乐 对吧 朋友们 重点呢 就在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的板子上面 是的 拜托 请选可乐 后面有外国朋友 不用怕 我还有英文 PETO CODE PLEASE 是的 所以当它板子放在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信仰这个观众朋友 他就开始 天人交战 我该听他的吗 我要这么乖这么听话吗 如果有点良心的 就不会听我的话了 他要开始捣蛋 对不对 很多人一定觉得上来 要是他就绝对不会选可乐 如果是我啦 我就绝对不会拿可乐 我看到这个我就偏偏不选可乐 我偏偏要选橙汁 我偏偏要选那个 这个啤酒 对 办不到 因为根本拿不起来 谢谢 谢谢 好的 有没有问题 可乐可以喝 可以喝啊 可以喝啊 你料吗 我展示一下包 是吧 今天重点并不是在于包 在于包里面的东西 反而是动脑的时间比动手多很多 它上面画了一些大家可能看不懂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这个本子呢 是我睡觉的时候放在床旁边的本子 很多灵感 是在这个时候来的 在我本子上面画了很多 会有很多东西是 我想要做到的魔术效果 但目前还做不到的 比如说 像之前曾经想过 怎么样把戒指放到蛋里面 想不出来怎么做 我就写下来 我要把戒指放到鸡蛋里面 像这种目标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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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突然就想出来 有些到现在还想不出来 但是我会为自己设下目标 我想要做到什么样的魔术效果 会把它先写下来 然后 有时候看到什么电影啊 小说杂志灵感就会来 有些最大的灵感的来源是在做梦的时候 但不是说真的做梦 是你在快要睡着之前 半梦半醒之间 有时候脑子会突然的 灵活 会想到一些平常想百思不解的一些答案 在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写下 因为如果睡下去的话 第二天就忘记了 所以我会有像这样的笔记 随时收集一些资料在这边 那练习也是会 但是通常都只是在表演前 如果真的是一些手法的东西 大概在我15到25岁的时候 我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 练习一些手法上的一些技巧 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在练习那些东西 那些都变成我的工具 变成一些基础 本来现在想的东西比较多 那表演前段来的时候会练习 比如说 刚刚上台前 我到后排一直在 会试个几次 但是基本上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练习这上面 还有问题吗 当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扣一下吗 不可以 遗憾 还有问题吗 我坐下来 我问一下 刚刚那个观众直接揭发你 你会怎么办 我不会给他机会揭发 你是指什么形态的揭发 他直接把板子拿起来给我们看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这么做 因为他在板子的后面 我在板子的旁边 通常魔术师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 怎么说 控制观众的能力 什么 要有一定程度控制的观众能力 通常 如果在这个魔术情况之下 他只会有两种的 通常啦 99%的观众 他只会有两种的揭发方式 如果你说他导弹的话 第一个就是故意不选可乐 这个我其实碰过很多个 第二个就是 他下台之后跟旁边的人讲 到底在台上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要就是在台上发生的这个魔术效果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说把板子直接打开 先给观众看 这个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 正常人不会这么做 正常人应该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魔术是一种表演的艺术 它不是一种猜谜游戏 就像电影一样 就像电影一样 其实很少人会有人 去看电影 花钱去看电影 买电影票看电影 然后一边看一边跟旁边讲说 都是假的啦 骗小孩的啦 都不是真的 不要相信啦 不可能啦 因为你去看电影 就是准备让自己去相信这些事情 至少在这两个小时里面 你愿意相信真的有阿凡达这个星球 你不会去 阿凡达假的 哪里有阿凡达 比如这样讲 你花钱去买电影票看电影干嘛 所以魔术也是一样的意思 你既然要看 你就不要去想 阿凡达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对了 刚才这个魔术 还有一个地方没讲解完 这对来我是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这个魔术 我丢了一个纸球下去 这个很神秘哦 这个其实很多魔术师 都不知道的一个玩法 我丢了纸球下去 然后我问他说 我弹一下手指头 你跟我说一个颜色 他说Yellow 这是一个赌博 赌注 他如果说Blu 我就会请他把手上盘子打开 因为上面刚好写了Blu 那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相信各位全部都会下风了 而依我的经验 说Blu是70%的观众会说Blu 当我弹一下手指头的话 刚才一定有人都会想Blu 对不对 对嘛 会想Blu 通常是这样啦 第一个一定是Red 百分之 如果你不给对方时间思考的话 第一直觉反应 用英文 说个颜色 Red 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给对方时间思考的话 他的理智就会告诉他 Red好像太好拆了 他就会换下一个 第二顺位一定是Blue 那特别是比较脑子发育的 比较奇怪 会说到Yellow啦 Green啦 Blu 他如果说Blu的话 我就请他直接把纸打开 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拿来说Yellow 这个时候呢 我给自己第二次机会 我说 你说Yellow 是你一下就反应到Yellow 还是你之前有想到一个颜色 然后换到了Yellow 他说没有 我就想到Yellow 这个时候呢 我就知道没希望了 这个魔术应该就是 跳过了 这个叫什么呢 通常这个魔术就已经 失败了 失败了 但是我不会让大家发现 这个魔术是失败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靠画去 去远转过去 这个时候呢 我完全不会看这个纸团 我会很顺手的把纸团接过来 嗯 根据你说Yellow 我可以看你觉得出来 你是一个有躁郁的 这个倾向的一种个性 非常好 因为这样呢 非常适合做我下一个表演的 这个受众群体 来请到这边来 这都大家已经忘记 我前面讲那些话 到底在干什么用的 好 这个各位回去给你试试看 我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我们刚刚讲什么话题 请问一般 对问问题 对我们讲到电影的事情 然后为什么会讲到电影的事情 麻烦了 对我讲到麻烦了 不是因为刚刚有人握了 我一个问题 啊对对对 接穿对 所以我觉得 魔术是一种表演艺术 如果对方他的心情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观看表演的心情 那其实你是没有必要继续表演下去 给他看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碰过这么恶劣的观众 应该是不会有 还有问题吗 可以到 就是老师 有一个 就是 我说那个 你刚刚都也说了 那个 不要说吧 哈哈 哈哈 我刚才也说了那个 反应助力其实基本上是不太一样 事情 这个住场是表示说 你也有办法控制其他观众的情绪 跟行为 简单的 用个最简单的例子 刚才上来这位小姐 你要怎么样让他不敢去翻开你的板子 这个是震得住场 这是你用的权威跟在台上给他的压力去 通常有时候会这个样子 比如说 通常啦 小姐正到这边来 我说好 现在这个饮料呢 请你随便 选一个 我会捏他的肩膀 很用力 刚才没有 因为他很合作啊 但如果我看到有一种 准备要拿别的 我会捏他很用力 真的随便选一个 就好 然后我会盯着他眼睛看 我会捏他无形的压力 真的 就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他没有逼我到使出这一场 但这是你给他的压力 同时呢 我请观众上来呢 我会用我的眼神 用我的动作去给他压力 让他不敢乱动 对相当的观众也是一样 你要怎么样给他们权威感的压力 这完全是演技上面的事情 你要让他相信 我现在正在做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现在 指导我在做什么 我做的每件事都非常有自信 第一单 就是专业人士 我 我信服你了 我就 不会去做一些捣乱的念头 那至于转移注意这件事情 完完全全就是靠语言跟知己 这其实跟政治正常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有权威感 或者我可以说服你 我看这边才会看这边 不是 正常人看这边 大家都 只要在台上的人 他看这边 通常大家的注意力都一定会 自然 至少在一秒钟真的会转移过去 你拿刚刚的巧克力做例子 我现在没有巧克力 我用这个本子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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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做 你只要 你只要 clear 他这个点是一定会出来的 就是你该注意的地方是一定会跟得动的 除非 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你注意力就不会被转移 那你注意力就不会被转移 所以最难骗的是什么人 魔术师 因为魔术师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所以魔术师通常是不太容易会被转移 注意力的 但是正常人 只要你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通常是一定会跟着走 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靠的是眼神跟讲话 你的动作态度 都是这些方向的东西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 用巧克力棒跟饮料做例子 其实我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 我如果要偷拿这个东西 它都藏在我背后 除了用这种方式之外 魔术还有另外一种理论 比如说我可以说 一手高一手低是一个合理的动作 这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这是心恶学上的一个合理的动作 简单讲是这样 绝对比 绝对比 不明显很多 还有一手前一手近 这也是一个很 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东西藏在这里 举例 当然不会藏在这里 所以这个例子不适合 这个要用另外一个东西做例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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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那这手是要受注意的 所以当魔术上偷偷摸摸 拿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拿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不得摸完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的话 它一定是 没有人会注意这边 很多 一肯都可能能不能不能 没有人会添 每个月的父母以前有可能会被人用 都很一样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由于一些自然的直体动作 可以运用在一些很自然的表现上面 这是完全转移人注意力的一些方法 其实这次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拿东西的肩膀高动 不过这个真的是比较高深的一些东西 我在这边 可能各位用不到 用不到 请问还有吗 都有 今天我做到就做到 受很严重的伤害 这就是自己做道具 那有些东西当然还是需要专业人士 比如说 我不会去做一些金属的一些东西 这可能就是要由铁工厂去帮忙做一些焊接 然后有国外有一些道具的设计师 提供他想法 还把它完成 这个也是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协助帮忙 谢谢 对你觉得这个问题是问的其实切众观点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魔术师看魔术的角度 其实跟一般人看角度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我看魔术师从背后在看 各位看魔术师从正面在看 那我个人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的魔术师 我常常跟我很多同行在讲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魔术师 你一定要培养出一种能力 从正面看魔术的能力 简单的说 当我假装把纸巾从左手拿到右手的时候 我的意识里面纸巾是在右手的 不是 从右手拿到左手 假装从右手拿到左手的时候 我的意识里面 我知道纸巾是在我右手的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都变成纸巾 的确是拿到你的左手 然后消失 这个你要先说服得了自己 你才说服得了观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成为魔术师最困难的部分 就像是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音乐家 一个好的音乐家对我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他分辨出什么音乐好听 什么音乐不好听 而不是只会充满了很多的音乐乐理 很熟练的弹奏乐器 我觉得都只是到了某一种专业的程度 但是更到一种更高的程度 要到大师的程度 我觉得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他要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好听 什么音乐不好听 就像电影的导演 我觉得一个导演 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他知道什么样的电影才会好看 而不是你的运镜要多漂亮 这个画面要做得多饱满 什么这些我都觉得是其次了 他如果能够了解 这种电影院的观众感觉 看出去他知道什么电影是好看 什么电影是不好看 他就可以看出好电影 而且这是好导演的第一步 我觉得魔术师也是一样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魔术师 已经不了解 观众想要看到什么样的魔术 或者大家太多魔术师不了解 魔术怎么样才会神奇 我就是已经太专注于 怎么样把自己的技巧 弄得更高难度 创意弄得更诡异 或者程序流程变得更复杂 而已经忽略到魔术怎么样 观众看也觉得好看 有很多人会说 2009年刘千春晚的表演 因为两条橡皮筋就可以上春晚 有很多之前有一些国内的一些 就是魔术的前辈 或者有一些专业魔术师 有这样去做出讨论过 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最简单的魔术 为什么就不可以上春晚 因为我觉得 在我学过的魔术里面 这橡皮筋的神奇程度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比我把扑克牌耍在手上 还要神奇很多 因为我觉得最单纯的事情 就是最美的 所以我觉得用两条橡皮筋 拿来春晚表演 我可以肯定 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魔术师 你给他机会上春晚 没有人敢拿两条橡皮出来上春晚 但是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我知道 魔术师每个人都会 但除了魔术师之外 每个人都不会 那就是好的魔术 而我看到了这东西 表演出来的价值 要看到这个价值 我觉得上一个魔术师 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可以吗 有纸球那个吗 所以我会有纸球呢 然后又在你以前的表演的中央中 有没有这种别人都发现了什么失败 然后都会有幻想出现的 别人发现的失败 在我的印象之中 我人生当中只发生过两次 两次都是在今年 因为之前我还记得 今年大概几月 一月的时候 刚好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你这一生当中 你有没有遇过失败 我说失败常常有之 大家看不出来而已 那不是 大家看出来是失败 我说没有 我这一生当中 我没有这种经验 这句话讲完第二天就发生了 所以今年发生过两次 那是有的 第二次我忘了 但第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在央视元宵节的彩排 彩排下面做了很多领导 和一些什么其他的演员 然后就 就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已经看出来 这个魔术怎么变得了 因为我知道 我失守 而且很少发生 就是真的在台上失守 是很少发生的 然后下台之后 我再抱着万分之一 因为你还是要把它表演完 但是我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 希望大家都没看到 就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发生 然后我就很痛苦 痛苦了很久 因为其实我 遇到这种事情会很难过 但还好不多 但像这种 其实刚才那个 纸团里面写 Blue这个 它也不能算失败 它是对魔术来讲的 一种几率的碰撞 就是中了 我就 有了 没中 我也不影响到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还好 它不算是一个失败 我从小最大的志愿 就是当服装设计师 所以虽然我对魔术有兴趣 但是我一直希望 我的职业是服装设计 所以在高中毕业之后 选田志愿的时候 我就准备要选服装设计了 可是不巧就在那个时候 我在台湾录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那个节目呢 同时也邀请了一个 日本魔术的嘉宾 日本魔术师来表演 然后我们在后台 我们就聊天 聊一些魔术的一些 一些观念啊 一些经验 然后用英语给他沟通 因为我不会说日文嘛 他也不说中文 所以他也是说 我两个人用英文的沟通 他英文不好 英文更烂 两个人讲 然后半天觉得词不达意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 不行 为了要跟他做更深入的沟通 我一定要去学日文才行 所以我过几天之后 就学日文系 很冲动的这样去学 结果后来就后悔了 因为日文真的还蛮难的 就这个原因是这个样子 那后来就是因为 日文学会了之后 然后就 跟日本的很多魔术师 有这个这方面的交流 所以其实不管日文啊 像英文啊西班牙文啊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学的话 你要去学 我觉得多一种语言 就是多一种武器 你就比你周围的其他同行 你多了很多机会 去跟国外做交流 我现在无论做任何一个行业 就算你是卖 卖 卖饮料的好了 我觉得你 如果你 你会 会外文 你都可以做得比 其他卖饮料的好 就算你是清洁工 你多学一种语言 你都可以做得比其他清洁工好 所以我觉得语言 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东西 谢谢 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问你就是 我们专业 做专业的补书是怎么办 专业的模式 我对我看来 它的速度都很快 你可以听我们非常大 你的速度就是 到最后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要多长时间 能够取得自己的 速度是什么意思啊 魔术师的手真的没有很快 这都是一般人的误解 就像是 刚才一开始的饮料魔术 那都是 大家觉得魔术师的手很快 其实只是一些 转移注意力的过程而已 但是当然也是有一些 手指的训练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比如说 等一下 我找一个扑克牌 来示范一下 哇 这里这么多扑克牌 都有编号 有些新 有些旧 呦 我 只开了 我怎么放这种 都不可本来见 跟各位有些 还有一个 这个能够 这是一个 有些 有些 我看到 这个能够 有些 是 有些 也说 有些 出发了 好,我先做一點手指的運動好了 這個其實跟魔術師無關 這是我小學在學校自己玩的 可是這個大家可能小時候都有玩過吧 可是這個真的跟工作無關 這個真的是 有撲克盤 叫你什麼 有撲克盤 你早拿出來吧 唉唷 唉唷 好,今天撲克盤呢 說真的,我自己非常不喜歡用太多手法的這種模式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示範幾個 比較簡單的 還不簡單啦 就是比較常見的撲克盤手法 像怎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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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嗯 Julen 然後我去找這些有魔術師愛好者的聚會 有些人他們就聚在一起互相研究魔術啦 我就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蹬要求放開西犊 看到 然後問一些前輩啦 Counter 资深的爱好者 从这样慢慢开始的 然后书店有卖一些 魔术的教学书籍 从这些东西开始的 那我现在更简单 因为现在有网络 你其实上什么 百度啦 有魔术罢 然后有什么 淘宝啊 都有一些魔术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找得到 很多资讯可以 我觉得其实已经比以前 幸福很多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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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我知道你想要问的 诶 你再也没有办法 你再也没有办法 打回到 达 是是是 我知道你想要问的 诶 所以我才说 身为一个魔术 是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 站在观众的角度 去看魔术 因为我们看到的 是魔术在背面 就像是一个导演 他很难看到画面的 他看到永远是摄像机 永远看到是这些灯光的 看到都是这些东西 我还记得在2003年 我去拉斯维加斯演出 在一个魔术大会 所谓的魔术大会呢 就是一个聚会 它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师 都会聚集在一起 包括一些很有名的 包括一些不有名的 包括一些爱好者 甚至一些外行人 他对魔术有兴趣 他们会聚集在一起 有时候三五千人会聚集在一起 在一个很大的地方 然后他会有魔术的比赛 魔术的嘉宾的表演 然后有演讲 然后有道具的贩卖 那我记得在2003年 在拉斯维加斯的魔术大会 担任嘉宾演出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跟几个国外的魔术师 有美国的 有日本的 有韩国的 我们在一个酒吧里面喝酒 然后这时候有个 墨西哥籍的魔术师 他的名字叫Armedo Lucero 是墨西哥籍的魔术师 他现在住美国 他在一个桌子前面表演硬币的魔术 作为围了一群人 包括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师 在看他表演硬币的魔术 他这个硬币的魔术的手法 是他原创的 就是跟以前我们古典流传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 他自己原创 因为当他在学魔术的时候 没有人教他 他只能自己发明 所以他发明一些很诡异 怪异的一些手法 这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然后一群魔术师围了他看 赞叹说 哇这个怎么如此的不可思议 其实他做的事情 跟一般大家从眼中看到 魔术师做的事情差不多 就是把硬币消失 出现 变颜色 从这边跑到这边 对不懂魔术师来看 就没什么不一样 但从魔术师的眼光来看 这是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的手法是完全不同 没有魔术师看得出来 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表演完了之后 他说那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我刚刚怎么变的 我觉得当时所有的魔术师 全部嗚的耳朵跑掉 不想听 因为你知道 身为一个魔术师 能被魔术骗 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已经是一种幸运的荣耀 你知道吗 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抓到这种 看不出来的快乐 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种感觉 所以一旦有魔术师 遇到看不出来的魔术 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想要知道 是怎么变的 身为一个魔术师 其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种感觉 然后把这种感觉分享给他的观众 常常有人问我说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魔术 为什么现在你变魔术师 我没有变成魔术师 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其中一个 对这个人的个性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 我自己的个性 是一种非常喜欢分享的个性 就是当我今天看到一个好看的电影 我回到家以后 我会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 叫他们都去看这个电影 哇 夜温二真好看 你看到那羊 羊人被扁得真爽 或者说 哇 真的 阿凡达真的很漂亮 你要去看 我告诉所有的朋友 都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 跟我一样的感觉 那魔术也是一样 当我看到这个魔术 你没办法吗 所以唯一怎么做呢 我只能把它学会 再去表演给别人看 这样我才能把这东西带着走 我才能把这个感觉 去跟我周围的人去分享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 自己再多一些这方面的体验 但是我学得越多 这方面的体验就越少 我越来越不能感受到魔术的神奇 但是一旦有这种机会 我还是会牢牢的抓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魔术师的宿命 因为魔术师 他失去了对魔术的感动 但他得到的是其他的东西 他得到的是成就感 就是当其实看到观众 哇的这种反应的时候 你会觉得至少 你像圣诞老人一样 把一些东西送给了对方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成就 当然还有金钱上的酬劳